世界之大无稀不有 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很多让我们人类想不到的事情 尤其是在乡下那些地方每天都会有奇闻怪事发生 这不在国外乡下就发生了这么一件让人怪异的事情 有一片田地总是会在晚上的时候发出奇怪的叫声 这让村民们十分疑惑 于是在白天的时候村民组织一起到小溪边一探究竟 为了以防忘衣村民将村里的所有狗狗都带上了 当村民把土地放开后瞬间头皮发麻 原来下面密密麻麻的藏满了老鼠 村民只是随便一场次下去 就能翻出两到三只老鼠 这时候狗狗就派上用场了 几乎没有一只老鼠能逃脱狗狗的抓捕 这也让村民松了一口气 毕竟老鼠要是跑得到处都是 那还真是让人头疼了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